台长经常在广播中的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有一个女士接通了台长的电话 台长一上来就指出说你生活非常的艰苦 这个听众马上就哭了 台长就马上接下来指出你的感情很不好 你经常被人家欺负 而且我们还描述出他的样子 我说你背脱了 你的头发也白了 你吃了很多苦 而且你把苦还往洞子里面 说到这里 这个听众大哭起来 自己真的很苦 台长还指出他的关节很不好 大家想不想听听这个录音啊 我给大家听听录音吧 你好 台长你好 我是原先是修病毒的 台长 我六三年是习父的 你这个人的医生非常的艰苦 非常艰苦 听得懂吗 听懂吗 而且你的感情运很差 你一听到要被人家欺负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自己知道 我告诉你 好好的修了 台长现在都看到你的样子了 真的可怜的 背都脱了 头发都白了 年纪又不大 你看看你吃了多少苦啊 我告诉你 而且你这个人 我愿意把苦告诉人家了 都往自己肚子里咽 对对对 你说的 你看见吗 台长什么都看得见的 还有你的大腿很糟糕啊 你的大腿啊 观点很糟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对对 我好希望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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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经常就是在 往播里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经常就是这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呢 就跟他们讲 实际上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爱心